无人机作战未来核心之一 军事大佬们常说如今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战争也由大吃小变成了快吃慢 但是随着无人机特别是小微型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 无人机平台带来的独特作战优势 正使战争的制胜法则向着快吃慢加小吃大的方向转变 不均衡对抗和价值不对等消耗将成为未来战场的新常态 想想也是俄乌战场不正在经历这些吗 那无人机作战具有哪些优势又会怎样改变未来的作战模式和作战理论呢 我们先说优势 通过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局部战争 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 我们不难发现无人机具有数量多探测难的优势 可在作战中实现一小博大的作战效果 借助先进的通信与控制技术 作战部队能够根据不同的作战目的和任务需求 将大量无人机共同编组协同运用 形成功能互补的无人机作战群队 有效克服了单个平台能力不足的缺点 实现整体能力放大 作战效果更是达到了1加1大于2的地步 在实际作战中大量无人机都是以程序控制或自主控制的方式 从多方向同时实施突防或突击 可快速达成对敌重要目标和关键系统催摊 最终以数量优势消耗敌方防御能力 让敌人陷于打不起防不住的被动局面 正如俄乌战争中 俄乌双方使用无人机对对方弹药库进行攻击一样 一小博大防不胜防 另外美海军大佬曾经做过上百次的模拟试验 试验由8架无人机组成机群 攻击当今世界极为先进的宙斯盾舰载防空系统 实验结果显示 至少有平均2.8架可以避开拦截 甚至在之后宙斯盾系统原地升级的情况下 仍有一架无人机可以突破防御 而且这还是仅有8架无人机组成机群 那如果将无人机数量增加至10架 20架甚至更多呢 又会是怎样的场景 以多咬死下 宙斯盾系统会不会当场宣告破防呢 况且让人更防不胜防的是 小微型无人机可借助低可探测性优势 通过空投或炮射等方式 撒播到敌纵深等地区 再通过自身动力飞行或地面机动 自主抵近预定目标 或直接附作于大型武器系统关键部位上 甚至渗透进入敌作战决策指挥系统等内部核心场所 进行侦察监视 适时利用所携带的高爆炸药 对目标的要害和节点部位进行破坏 或对关键核心人员进行杀伤 实施内窥式侦察和微创式打击 这种进攻方式可有效破坏敌作战体系 打乱敌作战计划 扰乱敌行动节奏 达成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毕竟谁又能想到 炮射打击过来的不是炮弹 而是一架架致命的无人机呢 对了 在2017年11月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上 就曾公布过一款 名为杀人风的高智能微型自主攻击机器人 尺寸不到普通人手掌大小 配有广角摄像头 战术传感器 面部识别技术等 内装三颗炸药 可单独或集群使用 能够通过很小的孔系飞入室内 进行精准识别和攻击 这和小型无人机具有异曲同工之秒 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无人机对弹药库和指挥系统的攻击过后 大批飞机坦克舰艇 由于得不到指挥和弹药能源的补给 还未来得及运用 战争就失败了 而Altius 600小型无人机可能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个稍后讲美国那部分时会讲到 我们先看无人机的另一个优势 低成本可消耗的优势 随着科学科技的进步 当今时代 无人机的制造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 许多国家的军事人才还提出 要通过加装导航定位 飞行控制 电器系统 以及传感器 武器载荷等模块 将退役的有人机改造成无人机 通过废物再利用的方式 打造出最廉价的炮灰 一旦成本出现大幅降低 那将为无人机大量和广泛运用提供条件 也一定会使沉寂的消耗战略 重回战争舞台 如果我们从价值方面出发 一枚防空导弹的造价 通常在几十万至几百万美元之间 而自杀式无人机也就在一两万美元左右 用防空导弹防御这种无人机 无异于大炮打蚊子 无论对方采用什么方式拦截 无论是否拦截成功 其消耗成本都远远高于无人机本身 根本得不偿失 在作战中 一方就可以利用无人机低成本的优势 通过价值不对称消耗对方昂贵的武器系统 和有限的防空弹药 使敌方拦截越多 消耗越大 比如在俄乌战场中出现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 因大量采用低成本民用零部件 一架仅2万美元左右 但却能搭载50千克战斗部进行较长距离飞行 因此 这种无人机攻击效费比极高 一旦能够突入对方防区或纵身 无人机即可获取战场情报信息 引导远程精确火力实施打击 又可通过投弹或自杀方式对重要目标实施攻击 以廉价的消耗换取高技术 高价值武器系统的毁摊 实现以小换大的不对等博弈 在俄乌战场上 自9月中旬以来 来自见证者136的空中威胁 便开始骚扰乌克兰人民 这些吵闹的飞翼飞机穿越数百英里 然后俯冲到乌克兰各地的民用和军用目标 他们与攻击力更强的巡航导弹一起 打掉了乌克兰三分之一的发电厂 使数百万人处于黑暗和寒冷之中 虽然这种缓慢而吵闹的无人机 容易受到各种防空武器的攻击 如快速发射的23毫米高射炮 重机枪 偶尔还有小型武器或便携式防空导弹 国防分析家古斯塔夫·格雷泽尔也声称 一个牌的德国制造的猎豹防空车 利用雷达引导的35毫米双连炮 在几分钟内非常快速地结束了 9架见证者136 但是击落他们的代价太高了 根据一部分数据分析估计 乌克兰花费了价值2800万美元的防空弹药 击落了价值35万至80万美元的 见证者136导弹 这一比例实在令人接受不了 而且考虑到俄罗斯的其他威胁 基辅不能用掉其最好的防空导弹 若是用了有可能会使无军防空的位置暴露 后续行动就很难得到保障 可见无人机作战必将是未来战争的主发展方向之一 而无人机对未来作战模式和作战理论产生的影响 其实还蛮大的 这种防得住成本极高 防不住损失极大的两难困境 在未来战争中将成为常态 交战各方都有可能大量投入低成本低技术的无人机 消耗对方高价值武器系统 迫使对方承受不起消耗而放弃对抗 简单的说 若是在陆战中引入无人机 就是把陆战三维化 曾经那个挖战壕的二维对射时代已经过去 如今是三维对二维的降维打击时代 陆战空中第三维无人机和传统的制空权 有相似之处 但又不完全一样 无人机应当被视为一种可控取射精确打击武器 它是一种隶属于陆军的武器 类似于大炮 直升机 而不是传统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在未来战争中 无人机将逐渐成为陆战区空中主角 空军的作用将主要转化为战略空军 直升机的作用主要变为营救和空投人员 对地攻击的智能将由无人机取代 当然 空军的无人机也是不可或缺 空军无人机的演进方向应当是从现有的有人战机出发 通过加载遥控能力和人工智能 使之无人化并增强战斗能力 毕竟无人化的改造可以节省生命支持系统 使战机更轻更快 载弹量更大 其优点要远大于其缺点 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 类似的无人机攻击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 甚至成为全新的空战模式 具体会是如何作战 火力军觉得既然海战中有航母 那未来作战中应该也会出现航空母车 来作为无人机的移动发射平台 航空母车对坦克具有吊打能力 一如当初航母吊打战列舰一样 一台航空母车都应可携带10到15架无人机 无人机应当是折叠翼设计 可弹射 在空中展翼 平时像原木一样放在弹舱里 作战时就升空若干架无人机对敌人进行集群式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无人机可以是AI自动巡航的 也可以遥控 如果采用遥控作战的话 可以通过车载人员控制 也可以通过基地控制 当然 如今的美国 除了车载和基地控制外 他们还能通过F-35战斗机进行控制 而控制的对象就是6架XQ-58A女武神无人机 女武神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低成本可用飞机技术产品组合的一部分 旨在成为F-22或F-35隐身战机的中程疗机 并可重复使用 在2020年12月的测试中 这款无人机充当美国海军陆战队F-35B 与美国空军F-22之间的翻译器 突破了美军五代机之间 长期存在的数据共享限制问题 而伴随XQ-58A无人机大规模批量化生产 代表着美国空军此前七七盼盼的 中程疗机项目如今已正式进入了丰收期 中程疗机项目通俗的讲 就是F-35战斗机的替死鬼项目 虽然美国空军认为 F-35战斗机的对地攻击能力十分强悍 但是随着未来地面防空火力的加强 F-35战斗机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 所遭受的危险将成倍上升 以F-35战斗机昂贵的造价来看 只要一架F-35战斗机被击落 对于美国空军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 因此美国空军希望 能够用一些造价较为低廉的无人战斗机 来代替F-35战斗机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提高F-35战斗机在战斗中的安全性 大致作战应该是这样的 在正式的作战中 美国空军首先会将XQ-58A无人机 搭载在大型的空中平台上 等接近战区之后再进行释放 并由F-35战斗机进行直接控制和指挥 每架F-35战斗机可以一次性控制6架XQ-58A无人机 XQ-58A无人机本身也有一个内部弹仓 用来携带对地攻击武器 就如同F-35战斗机的模块化武器挂架 如果在弹药耗尽 仍然未能成功摧毁目标 则XQ-58A无人机也可以采用直接撞击的方式 进行自杀式攻击 XQ-58A无人机单机的造价为300万美金 采用自杀式攻击成本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XQ-58A无人机的最大航程为3400公里 升限13公里 基本上能够满足F-22和F-35这类隐身战斗机的伴随作战需求 只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XQ-58A无人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0.85马赫 如果要使用女武神进行作战 F-35战斗机就不能进入超音速巡航作战 既然速度跟不上就只能以量取胜 但是想要形成集群作战 6架XQ-58A无人机又太少了 于是美国空军之后便开启了套娃模式 2021年3月26日 XQ-58A完成了第六次试飞 并且首次从其内弹舱成功发射了体积更小 仅有27磅的AreaE Altius 600小型无人机系统 而这很可能就是杀人风型无人机 杀人风型无人机能带单发子弹或可自爆 用于斩首行动也可用于巷战 通过AI识别目标并消灭对方 可以单兵携带作为智能手雷来用 成本极低即便一洒一把也不心痛 目前虽然不清楚XQ-58A的内弹舱 可以容纳多少个AreaE Altius 600无人机发射装置 但是XQ-58A拥有两个武器舱 每个武器舱四个挂载点 每个挂载点又可挂在250公斤重的武器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或GBO-39小直径炸弹 而AreaE Altius 600小型无人机 早前已经利用美眷的MQ-EC武装无人机 以及黑鹰直升机进行了发射测试 这种小型无人机的重量不到30磅 却可以搭载3磅到6磅重的各种载荷 其中包括摄像机 小型信号情报系统 甚至杀伤弹头 这样既廉价性能多 威力又强的无人机能力 不仅提高XQ-58A的效能 提高其生存能力 更重要的是AreaE Altius 600无人机的体积小巧 少量的XQ-58A就可形成更大数量的无人机群 而且它们之间也可以相互自动协作 相当于一架F35只会六架XQ-58A 而XQ-58A再指挥更多的AreaE Altius 600无人机 这三者一结合 就可以执行多样化任务 有助于塑造美国未来的空中作战方式 总之一句话概括 无人机在未来必将成为战斗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好了 关于未来无人机作战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